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切回去了 来回的切换 这里还有把小锁 应该是锁定滚动方向的 水平滚动 垂直滚动 解锁看看 好像区别不大 打开再看看 没有什么区别 这里草稿应用的优点是可以上下左右自由输写 这是传统的系统备忘录所做不到的 我用它来编写视频计划 现在我退出去给大家演示一下 它的首页也是非常清爽的 点右上角加号 新建一个稿纸 可以看到有网格底文 它的笔刷与系统的备忘录是一样的 下面我要开始画了 大家后退 这里说明的是它支持系统的撤销重做手势 感觉这里应用充分发挥了iPad与Apple Pencil的功能 再画两个空心字 太难看了 赶紧撤销 还是先画一个字 重新描一下边吧 左边那个字有点难看 还是重新画一下吧 橡皮也支持对象擦除 就像这样整个擦掉 现在切回原来的模式 重新写一下这个字 涂点颜色 把它变成立体的 这个书写起来还是非常流畅的 再用马克笔上个颜色 太难看了 这个颜色就好看多了 再用红颜色的笔画一个框 把它搞成立体的 再上个颜色 不涂成不一样的颜色 放放大 把多余的颜色擦除掉 按下大头针功能 点右上角的大头针 可以跳转 现在这里面一个都没有 我们先新建一个 长按空白处就可以新建大头针了 名字就叫主计划 再先建另外一个 后面你就可以在大头针之间快速定位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文件导出功能 长按一个文件 选择导出 除了自由格式外 还支持PDF和图片 选择一种格式 导出到电脑上看看效果如何 切回电脑 双击打开这个文件 可以看到在苹果M1上显示也是非常好的 收放都非常自如 移动也非常快 唯一的问题是 无法在苹果电脑上继续编辑了 即使你选择了一支笔 也无法利用触摸板 在电脑上进行绘制 希望这个问题能够早日解决一下 接下来我把画面缩小 看一下这张无线稿纸到底有多大 现在应该是在3%的状态 先把它移到画面中间 然后选一支有颜色的笔 然后一直往右画 看看能够画多远 感觉可以画很远很远很远 第二个箭头 第三个箭头 第四个箭头 第五个箭头 第六个箭头 第七个箭头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十一 第十二 第十三 第十四 第十五 第十六 第十七 第十八 第十九 第二十 第十一 第十二 光这一面的宽度就这么长了 应该够我使用了 点一下百分比号 回到原点 把画面缩小 再往右滑一滑 看看到底这张纸有多大 这种大面积的自由书写 比传统的备忘录打草稿更有优势 如果选择打草稿 还是这类APP比较方便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备忘录的面积就好比一个小笔记本 无线稿纸的面积就相当于一个乒乓球桌 上下左右可以自由滚动 这种感觉真棒 可以用它来收集准备资料 这张稿纸的确让人感到非常自由 另外这个套手工具也非常好用 可以自由地选择画面 可以单个地选择 一个个进行自由的调整 它还可以选择一部分画面拖放到其他APP中 非常方便 这样就可以直接拖进去了 发送给对方 也可以把对面的内容拖进来 这样就方便你收集资料 同样你也可以把截图插入进来 把这张截图复制一下 点Copy 然后删掉此截图 在空白的地方长按 然后选择粘贴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地收集资料 画出一张属于自己风格的脑图 同时你还可以往里面拖入声音文件 视频 PDF等等 你甚至可以打开这个PDF文件进行各种标注 这些文件都是可以直接播放的 第一个讲了这么多 现在看看第二个无限稿子 这个软件跟第一个界面上基本相似 它的图标设计的非常卡通 整个风格像PayPal53 整个操作逻辑和前面那个ProDraft是一样的 也是支持系统的托放操作 底下也是有一个防务处的小锁 解开后可以托放 这个图标做的还是蛮精致的 连付钱的界面动效都做的那么漂亮 让人忍不住投个B点个赞啥的 另外导出功能比较弱 只能导出自己专用的格式 导出后是一个ZIPER文件 选择画面左右托放也是可以的 这个以ProDraft字是一样的 同样内容也可以托放回来 使用下来的感觉是这个小挖个比较多 同样试一下这个能够有多宽 有时候老师莫名其妙谈提示 在操作上的体验没有ProDraft那么好 宽度好像也没有ProDraft那么宽 到这里已经到底了 滑动不过去了 另外可以利用直尺工具来画直线 之所以推荐这个工具 是因为它在苹果M1上可以正常画线 把文件导入电脑端后 用户可以利用触摸板直接在电脑上书写 这方面优于ProDraft 如果你想同时在苹果和iPad上使用 这个是不错的选择 最后看一下大名经典的微软OneNote 它的优势是跨平台多端显示 支持Windows、苹果、iOS、安卓 它的默认起始位置是在左上角 看一下收放比例 最大是200% 也就是两倍 最小大概是25% 也就是原来的四分之一 这一点比前面两款要差一点 停留在25%左右 再看一下它的特色功能 可以添加多支笔 和我们生活中的使用习惯是一致的 它只有钢笔和马克笔这两种 再加上不同的颜色 逻辑上非常好区分 也特别适合超高颜色 装机后可以设置每支笔的具体参数 颜色粗细五颜六色 最后看一下它的多端同步 画面右边是一台安卓手机 上面运行了OneNote 可以看到笔画基本是实时同步的 这个同步是双向的 即使在安卓手机上做一些文字修改 苹果上也能马上相应到 好了以上就是这三款草稿工具的介绍 如果你想免费使用 微软的OneNote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尤其是它的多端同步 Projects和无线稿子也各有千秋 我个人更习惯使用Projects 它虽然没有同步功能 但是它更符合APP的目的 做好单一的事情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